国际焦点继续来关注的就是英国女王的国葬晚间八点圆满落幕 她的灵鹫是以往了温莎保安葬 女王正式向伦敦最后告别 巧合的是国葬之前伦敦上空再度出现巨大的彩虹 晚间在西敏寺的国葬世界各地2000名政要 聚在西敏寺送女王最后一程 而查尔斯国王还忍不住掉泪 女王灵鹫在歌声中缓缓抬进西敏寺 女王曾经在西敏寺里结婚加冕 现在回到这座教堂是与世界最后告别 国葬大典大约一小时 除了穿插几段哀悼词 主要都是用歌声纪念女王 西敏寺里2000位国际元首和领袖 还合唱当年女王婚礼上的诗歌 离关木最靠近的都是皇室成员 查尔斯国王安妮公主穿军装参加 哈利因为没有皇室头衔 只能穿西装坐在梅根旁边 同样着军装的威廉 则和凯特一起带着乔治王子和夏绿帝公主 最小的路易王子并没有现身 葬礼黑白色调中色彩鲜艳的灵鹫格外醒悟 其实上面的冠面花都是从女王生前住的各个官邸摘来 包括代表回忆的迷迭香 还有从女王1947年结婚捧花树枝 种成的香桃木枝叶 最上方白色小卡片则是由查尔斯写下一行字 纪念爱与奉献的回忆 查尔斯国王对母亲生气的感情 在国葬上表现出来 结束前唱新版国歌时 查尔斯皱眉头不断眨眼 盯着女王的灵鹫似乎流下眼泪 这场国葬也让英国上下全动起来 许多英国海外军人赶紧回国参加纪念仪式 军府裁缝师也忙不停 女王从西闽宫夷林西闽寺 动用142位皇家海军 徒步拉动载着灵鹫的火炮车 原来这项传统从121年前 维多利亚女王国葬延续至今 而早在国葬开始前 西闽寺附近区域就有大批民众 搭帐篷连夜等待 行动电源当然也不能少 有人挂指国旗 也有人带来柏林顿熊玩偶 就算入夜后气温骤降 大家也坚持要来见证历史 跨越种族 宗教和年龄 现场许多民众都说排除万难都要来 因为女王离开就像失去家人一样 巧合的是国葬开始前 伦敦出现一道又大又清晰的彩虹 英国民众说 这可能是女王和大家最后的道别 TVS新闻综合报道 而英国上一次举行国葬呢 是57年前前首相丘吉尔的葬礼 女王的父亲乔治六世 祖父乔治五世国葬上运送灵鹫的炮驾车 这次再度的出动 用来再运女王棺木 这次女王举办葬礼 换起很多人的回忆 那就是1997年戴安娜王妃的葬礼 虽然当时不是国葬的规格 可是前往送行的人潮 跟女王这次不相上下 相同的皇家海军炮驾车 曾用在维多利亚女王 英王爱德华七世 乔治五世 乔治六世的葬礼上 现在也传承给英国女王 在她走完最后一程 70年前 女王也是在类似的国葬仪式下送走父亲 这之后英国其实只举行过一次的国葬 也就是1965年丘吉尔的葬礼 当时丘吉尔的灵鹫 获准放在同一个炮驾车 但盖上的是英国国旗 葬礼当天 伦敦街头挤满成千上万人 女王及夫婿也亲自出席一室 感谢丘吉尔在二战期间对国家的贡献 而丘吉尔之后最令英国人印象深刻的 无非是1997年代飞的葬礼 当时年纪还小的威廉和哈利 在灵鹫后方送遍母亲 当年葬礼举行的地点也在西敏寺 不过却不是古葬 回顾戴飞葬礼日那天 至少百万人涌上伦敦街头 海德公园还安装大一幕 供民众观看 全球同步收看仪式的人 也大约有2.5亿 关注度确实不雅于古葬 相比戴飞的戏剧性过世 女王毕竟年事已高 民众虽然感伤 但多少有心理准备 只是一定要做的 就是致敬女王向她说谢谢 由于女王最后 将长年于温莎城堡 有民众凌晨时间就来卡位 就算无法睡觉 也一定要送女王最后一程 更别说先前在西敏寺 一共四天的开放瞻仰 排队人龙至少长达七公里 相当台北车站到101大楼 连前足球金童贝克汉 都等上将近13小时致敬女王 女王过世反而令王室更团结 当年因代妃风波 重创声望的查尔斯 现在美美献身 也受到民众热烈欢迎 高呼天佑国王 卡米拉同样提前获得 女王的认可 可以当王后 身格王后的卡米拉 首度受访谈心中的女王 尽管真正当媳妇的日子 不算长 但她也对这位婆婆敬佩有加 还透露自己嫁给查尔斯 当天初九穿错高跟鞋 女王也只是笑笑没有责怪她 为了致敬女王 英国特别在国葬日前一天晚间八点 举行一分钟默哀 首相特拉斯亲自踏出唐宁街10号 排队的民众也仿佛瞬间按下暂停键 统统放下手边工作 向女王做最后致意 白金判工在同天 释出女王最后一张照片 希望女王的招牌笑容 未来也能一直涌流全明星中 纽红队新闻 综合报导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